委員好 部長您好 就是很感謝說在您上任之後 教育部的很多積極做委 其實大家全部的家長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今天想要就這個教保員的問題 來跟您做請教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今年應該說一直以來 額虐的情況一直都陸續的發生 持續的發生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身為一個家長其實是非常心痛的 那額虐的情況有非常多的可能的原因 但是我們想今天就這個教保員相關的做 相關的勞動環境來跟部長請教和討論 首先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在2017年的報告指出 教保員的環境其實非常的不舒適 比如說他有很多惡劣的勞動條件 工作時間常常超過八個小時 甚至加班的部分沒有領取加班費 又或者是說勞保被高薪低暴 以及在午休時間 因為理論上他是他的休息時間 但是因為必須要照顧這個小孩 所以他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休息 也因此我們會知道說 在教保員的勞動環境 會有所謂的三高三低 所謂的三低就是薪資低、福利低 保障低 三高的部分分別就是 高勞動、高情緒 也因爲這些環境的不同 而造成了高的 這些勞動環境的不假 而造成高的流動率 不知道教育部長這邊 部長那邊是不是能夠清楚地知道 現在在教保員的 勞動環境上的狀況 謝謝王委員 謝謝王委員 對於幼教、幼童的這些受教還有教保員的關切 那麼針對因應整個國家少子化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想從蔡總統還有我們蘇院長這邊 也全力來支持 教育部跟衛福部推動這個方案 那這個方案當中其實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在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提到這三高三低的部分 其實是從2004年到現在2017年 大概13年來其實都沒有 我跟委員補充報告的就是 這一次在整個照顧幼兒的政策上面 除了讓年輕的家庭夫妻 可以有更平價的服務 我想我們一直在擴大這個公共化的這個政策 當中對教保員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指標 因為只有受到更友善對待的教保員 才能照顧好幼兒 所以這一次在加入準公共幼兒園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要提升有關教保員的薪資待遇 我想這些都是教育部作為要合作的夥伴之一 那當然公佑的本身 就有受到國家政府的保障薪資等等 所以我想這方面 我們會持續在後續公共化政策裡面 在這上面來持續增強 尤其我想我也會關切 我們現在靠後留言的這部分 我們也希望除了政府來支持以外 我們也希望做一個比較合理的 這些費用 那因為這樣要留言來照顧小小朋友的教保人員 我想他在相關的加班等等的支付 也會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對待 我想增加公共幼兒園 準公共化等等的這部分的努力 我們其實是大家有目共睹也非常肯定的 但是如同這一頁所顯示的說 這個剛才教保員的薪資部長也有提到說 因為持續有看到薪資偏低的情況 所以希望能夠提升準公共化以及公共化的幼兒園的比例 但是同時在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私立幼兒園的比例還是非常相當的高的 那私立幼兒園的導保薪資的部分 其實相對之下真的是比公共或準公共化的教保員的薪資更低 那我想說除了再公共化以及準公共化幼兒園的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如何來監督以及保障私立幼兒園的教保員的薪資 是不是有能夠有更積極和協助的做法 我想剛才有跟委員報告 那因為我想公立非營利幼兒園的這些教保同仁的薪資 其實我們都是以一個更合理的 我想委員大概了解 這幾個指標其實都是在引導我們希望包含私幼 對這方面因為這是有競爭的 我們有更多的好的對待教保員的福利 我相信私立也會跟著 所以這一次在過程當中有所謂的加入準公共幼兒園 把薪資待遇的方面也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規範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希望用一個良性 而且支持性教保員的措施來讓私立幼兒園也應該看齊 所以我想對這部分我也跟委員報告 因為隨著比例逐漸的增高 也表示有更多的私幼加入準公共幼兒園的 這樣的一個共同服務的行列 也表示有更多的教保員會得到在薪資待遇 包含加班福利等方面有更好的這個照顧 我想這個整個會對教保的環境 會朝向一個更好的方向來持續的調整 我想也請委員來支持 希望可以透過良性的競爭以及循環來增加教保員的勞動權利 那我們想請教一下說就我們的認知 是在誘照或誘教的這個教育訓練當中 其實大部分都是以12歲以下為界定 並沒有特別區分所謂在脫嬰中心 脫嬰年紀或者是誘照年紀 比如說0到2歲或是2到6歲來做一個區分 所以我們在衛福部的這個年資的計算 剛才提到在公共化的這個部分 衛福部的年資計算是會將這些 在幼兒園的年資紀錄所謂在拖嬰中心的這個 轉任拖嬰中心的這個年資 但是在教育部的部分卻不承認在101年以後 拖嬰中心工作的年資 我們想請教說在提升公共化或準公共化這個部分 能不能同時也考慮把這個年資加入計算 因為對我們來看 在我們來看來就是他們的教育訓練 以及他們工作的環境其實以及對象其實都是接近的 都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 以及在教育的環境其實是以12歲以下來做區分 並沒有特別區分2歲以上或2歲以下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有同步的修訂說 支持他們能夠做這個年資累積 以保障他們的薪資以及他們的專業 謝謝委員 我想因為這次在整個幼教的整合 兩個部會其實除了有部分年齡層的照顧有分工之外 其實是越來越趨於比較一致性來從服務 家長的角度跟原方這邊不要有太多 讓他們覺得好像有好多套的標準 那委員剛才所關心的這個 屬於教保脫育人員的年資的銜接 我想我在跟衛福部這邊 我們來做這方面的研商 希望能夠讓這些一直都在職場服務的 不要因為過往的分工造成他們在年資上的損失 我想這部分我會積極來跟衛福部做研除 是所以提醒一下就是衛福部的部分已經寒入年資的計算了 但是教育部這邊並沒有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同樣的一批人 同樣的這些人力卻有不同的算法 其實是不太合理也不太有邏輯的 所以很希望說在教育部的這個部分能夠一併的做調整 委員這部分我們來積極的研除 是 了解 那剛剛有提到說其實 因為少子化的情況越來越多 少子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所以公共化的比例也希望能夠同步的提高 但我們希望的是說 除了在公共化的比例的提高之外 我們也能夠比照OEDC的看法 就是私生比的部分能夠調降 因為我想身為一個爸媽 其實大家都知道帶小孩小孩越多 那個壓力是越高的 那以現在台灣目前的先行的比例是1比15的情況 我們希望說在這個公共化的尿冷提升之後 是不是能夠同步來降低這個私生比 而這個部分其實在2016年的立法院的附帶決議 已經有提出來了 那當時其實也獲得了認同的 希望能夠提升降低私生比 能夠讓這些小孩能夠更被妥善的照顧這個部分 但是從2016年到現在2020年了 私生比的部分 什麼時候能夠積極的提出相關的作為以及措施 是我們很希望可以知道的 這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確實在因應這個少子化 整個國家從總統變長這邊 對這個整個方案提出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發展 那當然也在不斷的加碼擴充有關公共化的服務 我想委員大概知道 不管公立非營利包含總公共幼兒園 那這樣到目前我想我們的努力 從過去三成多 現在加總到包含總公共化 剛剛才過五成了 這表示說還有非常多的家長期待 有更機會進入這個平價優質的幼兒園來照顧自己的孩子 所以當時立法院會做出這個決議 也知道說我想在整個施政的優先序上面 讓家長的負擔 孩子的照顧能夠來優先 那所以當時做的這個決議 也希望能夠達到一定的比例 那因為有跟委員報告 剛剛才過一半的這個比例 我想因為降低這個生死比 也可能就是很短時間又要減少這個服務的量 所以我想這個前後 是不是委員能夠讓我們容許 其實一樣在這幾年 我想因為從現在公共的這個功利跟費盈利 總統在進政檔裡面已經提出 到113一定會再擴充到3千班 甚至還在持續的加碼當中 所以是不是讓這個供應量達到一個 可以讓普遍的家長可以獲得更多負擔 後我們來做這個後續的援阻 我想這個整個政策優先序還是從家長真的 這個托育的需求、評價的需求 我們優先來做 因為孩子就是這樣一個階段就往下走了 所以我想是不是讓現在我們在整個規劃上 先以這樣的來做 那對教保人員的薪資 這種類似加班福利的 我們儘快再從我們的配套裡面 就能夠讓他們得到更友善 對於生死比這一部分 是不是我們在供應量達到一個程度之後 來往下來繼續做一個規劃 是,所以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附帶局也確實就已經是提到說 公共化的比例達到一定程度以後 來考慮這個降低失聲比的部分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能夠明確的知道說 大概什麼時候會有這個期程 當然公共化的重要性我們絕對清楚 我們也很支持這個部分 所以很希望說在公共化的同時 我們也能夠提早來規劃說 這個失聲比應該達到什麼樣的比例之後 來同步來降低 因為我覺得對於一個幼兆環境 以及孩童的安全來說 其實這個失聲比的降低真的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很希望說 我們當然不是說現在即刻立刻就要降低失聲比 而是說在 推公共化的同時 我們能夠同時來考慮 這個失聲比降低的規劃會是如何 所以這部分在更新教育做考慮 但是它一定有一定的基礎才能往下走 兩者 可能就是針對失聲比的部分 因為目前還比較沒有看到清楚的規劃和 看後續的做法 可能要請教育部這邊能夠再進行 清楚的確認這個部分 我想這往下 我想在蔡總統的第二任期 也對因為 少子化的政策提出非常清楚的 這些具體的目標 那院長這邊也全力的在 在跟我們兩個部會來做要求 所以我想 這個穩定之後 我們對於 確實能夠達成更高的公共服務量 因為當時比較希望 至少人家達到7層 這樣的一個目標 才能服務到我們更多的家庭 是 我們就希望更清楚的規劃和 是 是 我們這個部分 只是它可能在階段上 有它的優先序 沒有關係 這我們很清楚 所以只是希望能夠同步考慮 而且提出未來的7層和計劃 那剛剛提到說 這個石聖筆的部分 已經偏高的情況下 我們又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個超收的情況 一直普遍都存在著 那我相信部長一定也很清楚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邊皇家幼兒園 超收了90人 超收了4次 但開罰了12.5萬 加林幼兒園 超收106人 開罰了43.8萬 卡爾維德蒙特索利幼兒園 超收了18人 且三次複查都未有改善 才停招一年 而且同步開罰了21.8萬 我們想提的是說 在這些幼兒園的部分 超收的情況 原本的石聖筆 就已經不低的情況下 又有這麼多大量的超收的情況 我們的財閥卻 目前只有定在6千到3萬塊以下 剛剛提到的那幾個 都已經是 比較 開罰比較嚴重 比較高的金額的部分 那普遍都存在著 6千到3萬這樣的法爾 其實對他們的不法所耳 不法收益 其實是沒有達到一個比例的原則 那不知道部長 那麼認同說 其實這個財閥的金額 有偏低的情況 我們希望能夠來提升 是我想 我們目前對於幼兒園的 這方面的督導 我想這個跟縣市政府 我們是有共同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因為剛才委員所舉的 這也都是 當時我們接到一些反應 那也跟縣市政府 應該嚴格要求 因為這個法則是可以採取更嚴格 包含連續法 甚至 如果一個階段不改善 還可以停招 我想這個當然就是更 沒錯這也是我們希望能夠推動 嚴重的這個手段 但我們也希望 這個市立幼兒園的業者 也應該在這樣的法規上面 來做經營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教育部跟地方政府 會持續的 來做這一方面的嚴格的督導 謝謝部長的說明 那同時就是 我們希望說 剛才提到我們 勞動環境的不佳的情況下 我們很希望在這個 研習課程中 能夠提升這個 相關的課程 讓教保員們 能夠清楚知道 他們的勞權在哪裡 這部分也是我覺得 教育部可以積極作為的部分 那以上也希望 教育部能夠考慮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想要來談的是 這個剛才提到說 剛才提到說 這個不法業者的開法的情況 因為其實是可以加重 或者是說 更積極的來處理 以及公佈相關的資訊 我想針對一個家長來說 我們在PCR工作的同時 我們也很希望 把小孩送到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他們好好的長大 讓家長可以放心的工作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說 在這個財閥的部分 在公共化的 在公開的資訊的說明的部分 衛福部其實 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已經有了這樣的平台的建立 上面其實是可以 有統一的格式 以及有搜尋的介面 家長可以很 相對容易的清楚的搜尋到 在他的縣市 有哪些幼兒園有違法的情況 包括像剛剛超收說 或者是之前提到的 不當女兒 或是不當管教的部分 但是我們相信衛福部做得到 教育部應該也要做得到 可是在教育部部分 在近期其實有了一個網站 網頁上面 已經有將各縣市的資料 連結放在上面 但它並沒有一個 統一的格式以及搜尋的介面 我們很希望說 這個東西能夠更積極 完整的做到 而且我們也相信衛福部做得到 教育部沒有道理做不到 那我覺得同時 不是只有針對0到2歲的拖音中心 應該針對2到6歲的幼兒園 都能夠有相同的介面 讓家長可以放心的去選擇 他們覺得良好的環境 而且在這個網站上 我們連接到各個縣市 地方政府的專區裡面 的資訊裡面 其實可以看得到 並不是那麼的完整 甚至有衛社專區 或是說資訊不夠透明的情況下 這些都是我們很希望 可以積極推動的 至少在這個平台的建立 能夠清楚的 讓家長有一個管道 可以去找到一個安全的 安全的誘導環境 來托育他們的小孩 讓小孩受到一個良好的教育 以及照顧 不知道這部分教育部能不能先積極的來做 謝謝委員 我想教育部也因為要服務 包含家長跟幼兒園 所建置全國教保資訊網 那這一波因為公共化的幼兒園 我們在這個網站上 是讓更多的家長了解這個資訊 包含家長也習慣在使用這個資訊 因為他包含可以找到幼兒園所在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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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